妻子的灵魂进入女儿的身体 丈夫则要面对着伦理和欲望的抉择 妻子用女儿的身体 结识了高大帅气的学长黑马 男人私下约会 却被丈夫本田抓了个正招 他凶审恶煞的让黑马离自己女儿远点 可黑马还想争取 不依不饶的追问本田为什么这么厌恶他 是因为自己太黑了吗 本田被逼无奈 他又不能说出真相 他紧紧抓着黑马肩膀 其实这次妻子服役 事想和黑马将误会解释清楚 可本田的意外出现 也让妻子发现了本田日夜 监听自己的丑陋刑警 夫妻二人最后的信任也面临着崩塌 男人爆发了结婚二十年以来最大的争吵 本田委屈地向妻子道出多日的心酸 我没有浪费 我都已经断了 小美也不干涉 自己一直小心翼翼地考虑她的感受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不信 明明哪人都在为了这个家努力 可得不到真正的快乐 第二天小美为了弥补近些日子 对本田的书 早早回到家做好的饭 可本田却说自己吃过来 男人关系越来越疏远 这时小美再一次提出了 晚上一起耕田 没想到这次本田迟疑地答应 夜幕降临 本田的内心也十分焦点 他们都在努力地说服自己 本田试图抛弃理智 这样才能让他们回答 曾经亲密的夫妻关系 可当她看到女儿小美的脸蛋 她再次放弃了 虽然灵魂是妻子 但身体依旧是冷酷 自私俩人的关系也变得十分尴尬 本田也不知如何与这个技是妻子 又是女儿的人相处 这天下半 本田跑到面馆喝温酒 她反思是不是自己太子姿 明明曾经家人的快乐 就是她最大的快乐 回到家后 她决定让妻子去过她喜欢的生活 一家人齐齐整整最重要 可惜你还敢拍 妻子累了满力 冲进自己的房间 那一晚哪人都夜过去 清晨本田被一生熟悉 清水的爸爸叫醒 原来是女儿小美的灵魂回来